那上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的課程重點 其中當然比較重要的部分 是把資料全部都寫到ECEL檔案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希望把等於類似優點 把ECEL當成是資料庫來使用 也就是說我今天存資料當然儲存的方式很多 最簡單當然就把它當個檔案 其實存檔的一件事在Python裡面是非常簡單的 那三行程式還記得吧 先建一個你要的檔案 然後後面參數是W 就寫吧 然後再來的話用一個方法叫write 把資料寫進去 最後close掉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存檔 頂多是說你可以副檔名存成.tst是文字檔 如果假如說你要跟ECEL能夠連接的話 其實是可以存成副檔名叫CSV CSV的話 它是可以直接用ECEL來開啟 但是畢竟它還不是一個ECEL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希望 可以把它存成這個ECEL的檔案格式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能還要多做一些事情 那當然其實不會很困難 只是說你可能第一個你要安裝那個有一個外部的一個模組 那當然能夠做這個Python裡面能夠做到 比如說存取CEL這件事情的相關的模組還蠻多的 那目前看起來我比較 而且還要使用習慣上面 還要使用的這個多寡 因為大家都這樣用 如果你假設用一個比較冷門的一個模組 那當然將來別人不會用 你即便把程式給人家 人家還是覺得蠻麻煩的 所以目前使用最多的看起來好像就是這個 OpenPyExcel 而且如果你用ChargePT 比如說你其實在ChargePT 其實也可以問一下ChargePT 有關於如果我要把什麼會員資料寫入到ECEL 你會發現它給的那個方法也就是用這個模組 所以我覺得因為那個ChargePT 其實它用的方法大部分還是屬於一般popular的 OK 那它的資料庫大部分應該 我在猜應該是Github上面 那這個也就是大部分工程師會用的方法 把它集結之後 挑選出一個寫入的方式 所以第一個當然我們上一次上課的話 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如果將來你要把一些外掛加進來的話 你們還記得吧 有一個語法 因為Python比較麻煩 它一定要自己打 目前它是沒有一些比較方便的視覺化工具 即便有你可能還是要另外找 如果沒有視覺化工具的前提下 你必須要會打那一行程式 然後以後如果出現什麼No Module Fun 有沒有沒有這個模組的話 那你其實就是要安裝 安裝的方式呢 我們在 上次行有提到吧 安裝的方式 然後呢 安裝完之後呢 其實我有提供一個範本 那個範本其實蠻重要的 我覺得 將來如果你假設會用這個範本的話 那你在推銷延伸 基本上就是透過這個範本 延伸出去 就可以把全部的會員資料 寫到Excel OK 所以啦 剛開始 你不要一下寫太複雜的程式 反正你如果簡單的 那我們那個範本 你看還記得吧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那雲端白板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假設不會寫 你就看這個範本 基本上應該大概知道怎麼寫了 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個單元 的第十一頁的地方 那其實呢 主要呢 當然他 跟那個VBA 跟那個Excel 其實Excel VBA 其實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那因為基本上一個Excel的檔案 一個檔案 Excel的檔案 其實呢 他的英文名稱叫Wordbook OK Wordbook Wordbook就是什麼 工作 白話意思就是工作簿啦 那其實工作簿呢 直覺講就是那個檔案的意思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存取Excel的話 反正呢 他的階層 第一階的話 一定是他的Wordbook 就是工作簿 那一個工作簿 就一個Excel檔案 裡面把它打開的話 裡面 下一階的話呢 就是什麼啦 工作表 有沒有 工作表就是 下方一個一個有沒有 Worksheet嘛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Worksheet裡面就有很多的範圍 很多的欄啦 列啦 然後儲存格啦 等等的 OK 所以基本上就分三個階層 最外層一定是Workbook 所以呢 我們 為什麼要安裝這個模組 主要就是要存取什麼 存取這個 叫Workbook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可以存取Workbook 之後呢 接下來呢 就取得他的哪一個工作表 叫Worksheet 有沒有 然後Worksheet裡面的話呢 看你要寫 你如果要寫的話呢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叫Append Append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寫進去 但是很重要一點喔 後面一定要是一個什麼 中瓜福的資料 特別是喔 如果以後你看到中瓜福的話 那你記得這個一定要是串列 OK 所以如果你是串列 那就打標啦 就OK了 沒問題 可是你不能隨便給它一個自串 或者給它一個 你給它的東西 那一定會發生錯 它因為跟你講說Type-L 我要的是串列啦 你不要給我其他的東西 OK 那將來如果是大瓜福的話 如果將來應該後面還會有 所謂的大瓜福 大瓜福的話 那個Python 還是另外一個型態 叫做字典 OK 如果它要大瓜福 你要給大瓜福 大瓜福跟中瓜福最大的差別 就是多一個key OK key跟value 那其實在串列裡面只有value 它沒有key OK 所以這個後面會提到 所以以後的話 反正呢 Python是這樣 反正它要什麼 你就給什麼 就對了 OK 它要的是串列 結果你給不對的型態 那最後結果一定是不對 所以也不用講了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這個概念清楚的話 應該就比較簡單 OK 那串列因為比較麻煩 它是一串的 有沒有 有沒有50個會員 所以50個會員 那你總不可能一個一個append 你要一個個append的話 你要append50次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要寫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範圍呢 就從第一列 有沒有 到最後一列 但是因為呢 回圈一定從0開始 所以變成你要減1啦 OK 從0到它尾巴的那個數字 有沒有 一定要把它總長度減1就好了 OK 好啦 所以有這個概念之後啦 其實後面應該會寫的 所以喔 我是建議啦 上次上課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把會員資料讀取之後 OK 存檔 那存檔的話 不外乎就存成三種格式嘛 一個是TST嘛 一個是CSV嘛 那一個是Excel的XL SX 所以如果上次上課 假如我剛剛講的說 你可以自己開個模組 然後開始啪啪啪就打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學會啦 那如果不行的話喔 可能回去還是要找個時間喔 自己考自己一下 不過啦 當然 如果你的 比如說你的學習喔 因為我常常聽 東西說 老師我其實我沒要幹嘛 我只是想要知道 那OK啦 但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拿應用的話 應用喔 拿來用的話 那你如果不能做到剛剛講的這一點 那你根本不可能會用啦 因為你打開你就說 要幹嘛 不知道 對不對喔 那怎麼會用呢 所以啊 要用的話 一定要動手手做啦 因為這個沒辦法 嗯 好像也沒有更好的吧 你說老師 那我買一堆書回去看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看一百本書喔 你還是不會寫 太多了 因為很多人自己都買書回去看 看完之後呢 通常都看不完的 而且 大家看到開頭就已經 啊 這寫什麼啊 對啊 OK 其實跟各位講 那個是工具書啦 它其實就是一個說明手冊而已啦 OK 那你怎麼可能 可能把說明手冊看完 看完 還是不會啦 最重要的是 欸 你要做什麼 你怎麼樣去解決 那這個地方 最重要就是說 你將來如果有外部的資料 OK 比如人家給你 那不可能 不一定是一個文字檔 可能是一個資料庫 可能是ERP的 可能是一些資料庫啦 什麼 反正或者網頁啦 一堆 反正外部資料 給你的話 那你如果要變成Excel 那其實這邊就是一個很好的範本 OK 那所以怎麼做 OK 上一次還記得吧 這一串啊 其實這個蠻好用的 反正它的重點就是說 先建一個工作部的物件 叫WB OK 所以WB 這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它就是一個工作部物件 那為什麼需要 因為Excel 它最底層 就是一個工作部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工作部物件 你就沒辦法做後續的 OK 所以以後一層一層的 那其實你說跟資料庫有沒有不一樣 其實資料庫也是這樣 資料庫也是一個資料庫 裡面是資料表 有沒有 然後資料表底下就是一筆一筆的Raker 有沒有 一筆一筆的Raker 其實就是一個串列 那概念不一樣 只是換個地方而已啦 所以喔 這個如果你要換到資料庫 其實概念都差不多啦 OK 那如果這樣你要換在雲端 雲端也是一樣嘛 其實差不多你要連線而已啦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上一次是把它改寫啦 其實說你改寫哪些地方 上面都一樣嘛 所以你會發現這三行都固定了 有沒有 所以要先引用那個OpenPyExcel 有沒有 這個模組 裡面的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模組 它叫做 Wordbook 然後利用Wordbook 產生一個 WB的一個物件 那利用 WB這個物件 底層 在下一層 就是指向哪一個工作表 你會發現 點Active 實際上就是 我要指一個啦 我要指哪一個 指就是 一定是第一個嘛 OK 那哪一個 就是那一個 開起來 理論上 你開Cell一定會 第一個就是 有沒有 叫Shit1 那個的話呢 就是 Shit物件 OK 那將來當然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一定是 第一個 我想要指另外一個 沒關係你可以在其他指 那指的方法的話 底下我其實也有提到 我記得我底下 OK 你可以指別的 後面我們看到再來講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的這三行 基本上是一樣的 OK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還有呢 底下Append也是一樣 存檔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這底下這兩行 就是這底下這兩個 OK 那最大的差別是說 因為我們有50個會員 包含欄位名稱 那我會希望怎麼樣 用個回圈去把它讀取 而且那個檔案是在 member.tst裡面 所以我必須把它open起來 所以我們用f等於open 把這個檔案open起來之後 然後呢 因為它編碼方式是utl8 所以記得encoding 要把它改成utl8 然後用realize 把這個檔案裡面的每一個資料 每一行每一行資料 把它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再利用一個回圈 把這個串列 一個一個讀取 那我們for i in range 從D0列 有沒有 D0列其實就是藍位名稱 然後再來就是第一個會員 第二個會員 然後逐個逐個把它讀進來之後 並且把它再轉換成一個串列 因為最後我append裡面 一定要是這個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我必須要產生一個list2 有沒有 再把list2放到這個裡面來 它就把它資料寫進去 所以最後得到就是一個member.e 所以這個是上一次這個重點 那我們這個程式來run一下 基本上就是 這邊假設沒有這個 然後把它刪掉 有沒有 member.xlsx 然後把它run一下 那你會發現 run完之後呢 在我的這個根目底下 就有這個 member.xlsx 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呢 這個50個會員 基本上呢 就通通都放到這裡面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50個會員 就成功了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要改 比如說你要改成前10個會員 跟兩個欄位的話 有沒有 姓名跟手機 比如說因為我們前50都通進來 但是你說老師我要存檔 我不要50個啊 我只要10個就好了 那很簡單 如果10個的話 最簡單嘛 改的話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回圈範圍改動 不就OK了 剛剛我們是從那個什麼 0到LEN對不對 這個指的是它總共的總長度 然後它STOP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包含拿位名稱跟50位 就51個嘛 那這個就51啦 所以它會在50停下來 所以它會跑0到50 可是如果我要前10個會員的話 那應該0 0是欄位名稱那一列 欄位 好 那1 2 3 所以我要跑到第10個 第10個喔 所以STOP應該給他多少 11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給11的話 表示我不要50個 我要前10個就好 所以應該這樣run完 我看一下 不過它應該是複寫模式啦 我runrun看好了 應該理論上只要你把ESEL關掉 然後重新run一下 然後再把它打開 OK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檔應該被更新過 那再把它打開看看 那你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它其實就是複寫模式 那也就是說你沒有刪掉它啦 但是它知道說你又重新產生 它把它蓋掉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呢 就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0有沒有 就是1到10號 那可是喔 如果假設我希望喔 只要姓名跟手機 這兩 這三藍不要 A、CD不要 不過在ESEL裡面很簡單 ESEL真的是圖形化功能 真讓它覺得很方便 按右鍵把它刪掉 就OK了 對 ESEL真好 但Python就不是OK 不是這樣喔 那Python怎麼辦 Python的話呢 那比較麻煩 變成說你還是要append的一個串列 但是這個串列的話呢 剛剛我們是切割完之後有沒有 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List2 那這個List2的話呢 我們就不能夠全部給它喔 我們只能取哪一個 取那個 0是編號啦 1的話是姓名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應該是4嘛 1跟4對不對喔 欸 那問題來了 那我1跟4 取得的時候它變成兩個文字喔 有沒有 那兩個文字怎麼變成一個串列 這就麻煩了 有沒有 所以啦 想想看 欸 取前10個應該比較簡單 但是我要怎麼樣取這兩個 姓名跟手機 要把它控制一下喔 因為這個 不是做好了 是因為我用那個Excel做的 當然有時候你會把 哇 這個圖形化工具真的太 太好用了 有沒有為什麼 圖形化 但是跟各位講 Python沒有圖形化這個東西喔 沒有辦法像這樣喔 我們只是 要把這個 轉變成Python的話 那你只能透過什麼 剛剛講的 你必須要在 這個Append 取持Append的後面這個喔 你不能直接把 這個List2全部給它 而是 你必須要轉換出一個 只有1跟4的一個串列 那這件事情該怎麼做喔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啦 只是剩下就是 你要能夠 把這個東西想出來 那如果你可以把它想出來 然後 並且把它結果呈現出OK的話 那我跟各位講 以後你就知道 你程式該怎麼改了 其實很多時候當然 你有個頭有沒有 那你要達到你要的那個功能喔 其實都是 不可能一下做完 但是你可以階段式的 這階段OK了 再下一階 再下一階 慢慢就會變成你要的一個結果了 好 那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 這個應該是 複習啦 那這個因為同學對於 怎麼樣把Python的資料喔 變成那個 Excel這件事好像 蠻關心的喔 就是在 課前問卷裡面 很多同學對這部分 真的蠻感興趣的喔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部分喔 再徹底講一下 所以你這個會熟之後啦 以後喔 你要把那個 Python處理完的資料 變成Excel 其實就相當簡單了 其實就是 其實上面三階應該不太會變 會變的應該是 中間那一塊 就是你要怎麼去 把外部的資料取得 有沒有 我們先用Open啦 然後再用Realize 有沒有 這個是取得外部資料 那它因為剛好是一個文字檔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它用個回圈 把它讀進來之後 看怎麼做後續處理 反正最後一定關鍵的地方 一定是Shit the Append啦 有沒有 Shit the Append就是 怎麼樣取出你要放進去的 那一列資料 那一列資料可能有五個 有沒有 餘因此是五個啦 但是我現在喔 有一個變化題 是希望請你把它改成 只有兩欄 那兩欄就是姓名跟手機 這兩欄 那怎麼做 OK 想想看啦 寫錯也沒關係啦 其實要能夠把程式寫好 一定是經歷不斷的失敗 最後寫出來 你就會覺得滿踏實的 試試看喔